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3号和4号两天 先后发生在美国的两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5号呢 俄亥俄州戴顿市警方在发布会上通报了案件调查的进展 那么警方表示呢 目前尚未清点完所有的证据 但是从戴甲的数量来看呢 枪手携带的子弹数量最多可达250发 戴顿市枪击案的枪手是一名24岁的白人男性 名叫康纳·贝特斯 已在案发现场被警方击毙 他在持步枪行凶时还携带了额外的弹匣 戴顿市警方说 目前还没有完成对所有弹匣的检查工作 但如果这些弹匣都是满的话 加上枪手背包里的一些散弹 他携带的子弹数量最多可达250发 而根据现场遗留的弹壳数量 警方表示 枪手至少开了41枪 这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9人遇害 受伤人数还在进一步统计之中 此前的报道是27人 也有消息说是32人 警方说 可以确认的是 伤者中至少14人是枪伤 其余人则可能是在混乱和奔跑中受伤 由于9名遇害者中有6人是黑人 因此有人猜测 枪手作案动机可能与种族问题有关 对此警方回答说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枪手的作案动机与种族有关 依照枪手在不到一分钟内就开了数十枪来看 似乎并不是针对特定目标 但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警方不排除一切可能性 此外 警方还表示 他们对于枪手的妹妹也中枪身亡 这一点感到疑惑 9名遇害者中年龄最小的就是枪手22岁的妹妹梅根·贝特斯 警方说 不管枪手是蓄意射杀了她的妹妹 还是因为没有认出妹妹而误杀 都令人难以置信 在发生另一起枪击事件的埃尔帕索市 一家医疗中心5号证实 枪击事件中的两名伤者 分别在4号夜里和5号早晨宣告不治 埃尔帕索市枪击事件的遇害人数已上升至22人 目前 该医疗中心仍收治有多名枪击事件的伤者 其中1人尚未脱离危险 另外5人伤势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